大家好,今天是6月15日,歡迎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現在去看看香港疫情 在香港,今天新增了兩宗新冠病毒個案 兩宗都是印尼輸入的,其中一個還是帶有變種病毒 衛生服務中心在先前17歲感染變種病毒的女學生家裡 拿了三個樣本,一個泰國急凍鱷魚肉包裝表面的環境樣本 對新冠病毒的測試是持陽性的 調查和個案追蹤依然會繼續 又到疫苗獎賞計劃時間 港鐵的獎賞計劃很吸引 他們會信出500張全年的車票 持有這張車票的人就可以一年之內無限地搭港鐵本地的車程 總值是1000萬港元 但要記住這張車票是不包括機場快線、港鐵的接駁巴士、內匯、羅湖、洛馬州的車程 以及東鐵線的頭等位 而另一個很吸引的獎賞就是星夢郵輪的頭獎 一年無限地承搭雲頂夢號的豪華海景露台房 價值是380萬港元 這個優惠沒有什麼規限 是很好的 報名的日期已經開始了 即是由6月10日至7月30日 而另一個很準的獎賞計劃是由家民集團推出的 集團會在旗下物業的客戶採購獎品 當中包括Tesla Model 3 Long Range電動車一部 價值50萬元 只要今年8月31日或之前 全面接種了新冠疫苗 即是打完兩針 以及持有香港身份證的人士就可以參加 結果會9月公佈 登記資料就要等下他們宣布了 我們現在看看各地的疫情情況 台灣今天就新增了185宗個案 是為三級警戒以來單日最少的 就快舉辦奧運的日本 都新增了2300多宗個案 在美國的確診個案回落至少於6000宗 英國新增7,319宗個案 今天我們就完結了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